被执行 然后我们来去说 我在这儿加一句话 加一句什么话呢 在这儿是不是叫ra per y 层 然后打印测试 给他加一句这句话 好 大家看一下这句话在这儿 然后我在这儿的话 再给他加一句话去 这句话给他加了一个 ra per加载完成了 是不是 加载完成 好 然后点点一下 所以大家看我在ra per的上下 各加了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加了一个打印函数 我现在问大家 你说我这个打印会不会出现 如果我现在运行 现在的代码就是这个代码 缩近一下 来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代码的话 就这两个代码 是不是定义了一个house 是不是拿装饰器给他装了一下 而我的装饰器里面的代码 是不是又是这几行代码 现在我是不是既没掉house 是不是没做其他的动作 问这时候我要执行 会不会有代码出现 执行一下 看一下 wraper外层打印措施 wraper加载完成 为什么会出现 我谁都没调用 为什么会有 你不是说过 DF叫定义吗 DF叫定义吗 定义 我是不是任何一个地方 是不是都没出现调用的情况 这时候 还有这一块 是不是没有任何一个调用语句出现在这 对吧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 默认 哪默认呢 这儿 出现的 这儿的代码帮我们来去完成的 那也就说 只要你加一个at到creator 他就做了很多任务在这个里面了 那做了啥呀 分析一下步骤去 在这一下 只要加一个这个谁呀 decorator 他就做了如下的步骤在这一块 第一步 将我装饰的函数 谁在我底下 谁就是装饰函数 这个house称作被装饰函数 是吧 然后呢 你现在装饰器 是不是用在house上面了 谁就是被装饰函数 decorator是不是用在house上面了 house就是被装饰函数 那他就会将这个函数 然后作为参数传给decorator 第二步将被装饰函数 作为谁呢 参数传给你的这个装饰器 decorator 叫装饰器 decorator 说我只要往这一放 他自动的就会把这个函数给了他了 这叫自动的程序底层帮你完成的 那接下来在这块3 3之后他做了啥呀 你只要一装饰 然后他就要执行 他下边还要去执行你的这个函数呢 第三步就是执行了 我没看到执行代码 但是他底层执行了 执行你的装饰器函数 是不是执行你的decorator函数据 这个函数据 因为执行这个函数了 所以就能够干什么了 所以你看一下 因为执行这个函数了 所以他就会 是不是就会出现打印这两句话了 就会出现打印这两句话了 然后你看到执行了吗 你是不是没有看到 在哪出现的 在他的底层里面 然后来去完成的执行 我在这还是来说一下 叫地址引用 叫地址引用 和装饰 好 然后在这再新建一下 你看一下 代码过来 然后就说这几句话 他第一步我给你标步准 第一步程序只要走到这一行 程序现在所走的步骤就是加载它到内存 是不是啊 把它加载到内存 那你的内存 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个这个 Dockrator这样的一个一块空间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就会有一个DCOAT 是不是出现一块这样的一个函数了 在我的内存里面 好 那我紧跟着就要去做什么动作呢 紧跟着的话 我现在就要去做它了 这一块是不是都是属于你函数的 只要你一加载 它是不是就会在你的内存里面出现这块空间了 然后我第二步是不是就开始做它了 只要我看到一个 那你的底层就要开始默默的做 默默的做就是默认做 而不是你你做的 那他要做什么了呢 就把这个我要装饰的函数 谁是你要装饰的函数 我底下是谁 谁就是要装饰的函数 你底下是谁 是不是谁就是要装饰的函数了 啊 所以呢 他就要将要装饰的函数 作为参数给了装饰函数 所以接下来他就要做这个动作 将我的耗子 复制给这一块的F 用C 所以我的F用C就会接收当前的这个耗子 这是底层做的 不是我们来去做的 所以接下来他就会把这个耗子 传递给这块的F用C 那传完了之后怎么办呢 当然就是执行里面的代码了 所以紧跟着就是调用里面的代码 里面的这个代码了 就是执行里面的代码 那执行的时候怎么来去执行呢 当然是不是先有A等于100这个变量 然后紧跟着就去打印了 是吧 所以先去做他 然后紧跟着他就要去做 下边这个动作 下边这个动作做完了 是不是接下来就开始加载这个函数了 只要这个函数一加载 所以他就会又在空间里面 是不是创建一块空间 而这个空间叫 是不是叫WRAPPER函数 是不是就是你的这个函数了 对吧 就是这个函数部分出现了 然后呢 我这个函数加载完 加载但不代表调用 还没调用了 它只是加载了 加载完了之后呢 它紧跟着是不是就是Print 所以大家看到有两句Print 是不是就是先做这个 加载它 是不是再去打印它了 打印完了之后 把WRAPPER返出 所以在这的话呢 就要去把WRAPPER扔出来 返回你的这个WRAPP 就是把我的这块空间 是不是给返出去 返给谁了 我现在问大家 返给谁了呀 其实它是你 你在这看到有接的吗 其实底层是有东西已经接了 你知道谁接了吗 House 默认我又拿同名的这个House函数 去接了一下你的WRAPPER去 我怎么证明House 这时的House就是WRAPPER了 你打印一下地址不就知道了吗 对吧 所以这时候你打印一下House的地址 此时我就干嘛要在这 然后打印一下House 打印就是只打印名不加括号 是不是就打印它了 不加括号 加括号就表示雕用了 再强调一遍 好 那于是我在这一执行 大家看一下 它打出来的House是谁 你看House是不是就是WRAPPER了 我打的是谁 我明明打的是House 为什么现在说是WRAPPER呢 说明你只要加一个装饰器 它是不是就帮你干嘛了 是不是就做了这几个动作 将House给了装饰器 然后又去执行装饰器 将执行的返回值 是不是又复制给House了 然后就是将谁呢 在这一块 将你装饰函数的返回值 将返回值又复制给谁了 是不是复制给这个House了 然后所以在这我们就知道 此时的House已经不是原来的House了 它是不是已经虽然带着House的皮 但是内在是不是已经变了 是不是 皮就是那个名了 名是不是还是House那个名 但是内在是不是地址 是不是已经发生改变了 所以你说我现在掉House 我掉的是谁 我这时候要掉House House是不是已经不是你原来的House了 已经是Wrapper了 所以我这时候掉House 掉的是不是就是Wrapper 我一掉Wrapper 是不是就执行里面的这些动作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我现在再来去运行 大家就可以看到 是不是下边就去做 里面的这些代码的事了 这些代码做的任务是谁 是不是就是你Wrapper里面做的那些事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我没有改变House的名字 是不是对它内在的东西 是不是也做修改了 而且没有改变原函数的结构 原函数是不是还长什么样 是不是还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现在的谁 现在在这一块的这个函数 是不是已经默认 然后走的是这个Wrapper了 是不是 好 大家现在的话 刚才他是不是说了 有一个基础部门是完成 是不是登陆教宴的 是不是 叫登陆教宴的 然后我现在也有一个基础部门 然后下边在这一块的话 有一个叫F1 这个是我的基础功能 我只要调我们就不写功能了 只是给大家演示 然后我在这一块来个F1 是不是 好下边的话我还有一个基础功能 然后呢这个基础功能叫谁呢 叫F2 然后就写两个就够了 好了 那于是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说我现在的话呢 是要去进行验证了 你原来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想调用就调用 是不是 我想调一就调一 我想调二 是不是就调二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就给它加上一个什么功能呢 然后登陆教宴的功能了 然后怎么加 我们只是模拟啊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来一个装饰器 来去教宴这两个了 我只要登陆一或者登陆二 现在是没加任何教宴 直接咔就出来了 一和二 是不是就出来这两个值了 加教宴了吗 没有 是不是一执行立刻一二同时出来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加一个教宴的过程 于是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就再定一个 Dockerator 是不是这样 然后呢 往这儿传一个FUNC 对吧 接下来的呢 再定一个内部函数wrapper 我现在内部函数wrapper还没有带餐呢 后边一点点接啊 好了 那于是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啊给他加一个正在教宴中 模拟一下啊 然后往这儿的话给他加一个什么呢 就是正在教宴中 然后点点点是吧 然后正在进行教宴啊 或者正在启动教宴 是不是啊 好那接下来在这一块的话 怎么来去模拟教宴 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教宴 我们拿一个休眠 然后让他突然在这儿停一下 是不是表示他在教宴了 怎么让他停呢 在这一块 然后就用一下time.sleep sleep叫睡觉 诶 一屁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睡觉 而time呢 导入一下 是吧 导入他 导入的是谁呢 所以你在这儿是不是就导入time就好了 time.sleep 其实就跟我们导入random一样 time.sleep sleep休眠多长时间啊 两秒钟 或者一秒钟都可以 对吧 然后快捷键 快捷键就是out 我的上 out加回车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是不是啊 是吧 out我的这个叫option加回车 好了 那接下来在这儿的话 是不是模拟他正在教宴的过程了 你可以在这一块的话呢 给他来一个随机数也行 或者等等也行啊 正在教宴中 好 接下来在这儿是不是就给他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 是不是在这儿的话叫教宴完毕 是不是啊 然后在这儿的话就给他来一个叫叫 宴 教宴是吧 然后叫教宴完毕 然后用时多长时间 是不是啊 或者你就给他打印一个教宴完毕都行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这一块的话 说我要教宴 教宴完毕 然后完毕之后 在这一块你要做什么呢 然后你是不是就应该去调一下你传过来的这个函数了 你传过来哪个函数呢 你现在是不是就是教宴 教宴完毕之后 然后是不是再去执行你的F UNC这个函数的功能了 这个功能到底是之前调用 还是之后就取决你自己没有严格的啊 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给大家加在这儿 然后模拟一下那个功能就好了啊 然后我在这儿是不是就调用我的这个原函数 我在这儿是不是就调用那个原函数 原函数是谁 是不是就是你参数传过来的了 那完事之后 我在这儿要return出去 return出去谁呢 是不是wrapper 不要加括号 接下来我是不是就把这个wrapper 是不是给他return出去了 好 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尝试装了 你现在想对谁教宴 是不是接下来就在谁上面 是不是加装饰器就好了 对吧 好 我在这儿at docurator 是不是啊 然后那我只要是在谁上加装饰器啊 F1上 F1我在底下掉F1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有教宴 R2没加装饰器 是不是就没有教宴过程了 是不是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执行 大家看正在教宴中 两秒钟之后 是不是1就出来了 然后但是R 是不是没有正在教宴中这句话出现 是不是立刻是不是就出来了 啊 那为什么他能够出来 我刚才是不是给大家讲了一下 他只要一家装饰器 是不是他底层 是不是就会做哪几个动作了 做哪几个动作呢 在这块 先将你被装饰器的函数作为参数 是不是传给F1C 然后我就加载这个函数 把加载完的函数 是不是给扔出去 扔给谁 扔给F1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过程了 啊 所以他在这儿的话呢 是一个这种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这种闭环的过程 什么叫闭环的一个过程呢 在这块啊 其实他在这块的话是这样子的 你现在在这块的话呢 是不是就是将谁呢 将你的这个F1先给了我 这是不是第一步了 只要遇到他 他是不是就将F1给了他 那此时F1C就是你的F1 F1C是不是就是你的F1了 啊 然后紧跟着他就要做第二步 第二步是干嘛 是不是就是加载这个动作了 啊 所以我接下来就要做第二步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加载它 这是第二步 加载完了之后就要做第三步 是不是就把你加载完的wrapper 是不是给扔出去了 那接下来第四步就要把扔给的wrapper 给谁复制了 F1 所以接下来我现在底下的F1 是不是就等于我的这个反出来的wrapper 是不是就做了一二三四 是不是一共是这几个动作了 啊 只要你加上谁 只要你加上这个decorator 然后它是不是就是一二三四 是不是就做了这几个动作了 只不就是底层做的你没看见而已啊 但是你要知道它是不是确实是做了 只要一做你还要知道此时的F1还是原来的F1吗 不是了 这时候的F1它是不是就是wrapper了 所以你如果在底下掉F1 它掉用的是谁 掉用的是不是就是wrapper里面的这些功能了 对吧 所以你看我赛底下如果执行F1的话 那它在这儿是不是就要做的 因为F1已经是wrapper了 所以你要一掉F1的话 它是不是就会进到wrapper里面去执行wrapper里面的动作了 啊 刚才的这个动作它只叫加载 这wrapper里面的代码执行了吗 没有 什么时候去执行wrapper里面的代码 掉用的时候 只有你在这儿掉用的时候 是不是它才会执行里面的代码 啊 所以你可以认为是第五步 只有是第五步的时候 它才会进到这个里面 是不是进行执行了 啊 所以在这儿的话 这是它的几个步骤 那你装一了吗 装了一装二了吗 没有 所以你看打出来的这个terminal结果上 然后打印的这个结果上再运行一下啊 打印的这个结果当中 是不是只对一进行交验 二是不是就直接出来了 那如果我要想让它对谁进行交验 二 art一下它 那就相当于你在这儿理解下 它一共做了几次装饰 两次 然后遇到一次decorator 把F1传进去了 是不是把rapper返回给F1了 啊 然后又遇到了一个decorator 把F2传进去了 然后呢 接下来再把F2对应的rapper 是不是给了F2了 啊 所以接下来我掉F1和F2 我能看到的结果是啥呢 运行 大家看正在校验中 然后完毕 正在校验中 然后2 是不是就完毕了 所以这时候1和2 是不是都有了这个教验功能了 啊 我在这儿是不是没有改变我的原函数遵循了封闭了 而我现在是不是又给它加上了教验了 是不是又遵循了它的开放规则了 是不是 所以在这儿的话呢 就是我们所给大家说的它的这种规则部分 好了 来继续往下来去看 说 现在问题来了 接着啊 说我F1如果有参数怎么办 F1如果有参数怎么办 我有一个整形参数N 我有一个字符串参数 对吧 那也就是说我的这两个参数是不是不同类型的 啊 我在这儿的话呢 是不是又有一个字符串参数 啊 然后叫内姆 这个叫整形参数N 然后呢 我在这儿是不是就打印谁啊 N的值 然后我在这儿是不是就打印谁的值了 内姆的值 这个是不是都是我原函数 啊 然后如果我在这儿又有一个函数 DF F3 然后说我在这儿能不能传一个列表啊 对吧 列表的话 比如说叫谁呢 叫students 就是多个学生的人名 如果你要想打印学生的话 那你是不是叫STU一下 印一个students 所以就把里面的学生的人名 是不是一个一个的给干嘛出来了 是不是打印出来了 我这个加装饰器了吗 没有 没加装饰器 想要学生人名 是不是他就直接给你了 但是我说我不想给你 我得教验一下再给你 所以你要想让他打学生人名的话 那你在这儿 是不是就得给他加一个什么 才能够有的教验的步骤 是不是把装饰器给他 他是不是就能够进行教验了 啊 好 那于是大家看 你说我这时候执行会OK吗 不OK 首先看F1已经是不行的了 为什么 我就把F1放在这儿 因为这样你看着方便 把F2给大家放在这儿 把F3给大家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大家来去看F1这块 我能这样掉F1吗 我问大家 F1本身我不加装饰器 你说你能这样掉吗 不能的 因为你F1是不是没传餐呀 你要跟原来用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也就是说你加装饰器跟没加装饰器 是不是在原来用上 是不是没有任何区别了 所以你在这儿的话呢 是不是就照样也要给他传个餐才行 比如说传个5 好那如果要传5的话 然后这时候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它怎么变成3了 这样是它 我们现在先不看2和几 是不是2和3 就专注看1先 大家看1 现在在这一块我加了一个参数5 对吧 你说我现在执行会出现什么情况 是不是报错 为什么报错 在第20行报错 20行哪 这 是吧 然后呢说wrapper 因为你要知道这时候的F1已经是谁了 因为你是不是已经加了装饰器了 此时的F1已经是wrapper了 此时的 这个F1虽然名没改变 但是它地址是不是已经指向的是wrapper了 它是wrapper 它是wrapper 既然它是wrapper的话 那wrapper有餐吗 没有 是不是wrapper是没有餐的 那wrapper没有餐 你现在是不是硬性给了它一个参数 所以这时候就不符合需求了 但是我原函数就有餐呀 我肯定要给餐的 但是你一运行 你又知道它运行的是wrapper 那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我就给wrapper加一个参数了 那我给它加什么参数呢 我就随便加个X参数 对吧 那你说我要加这个X参数 要把这个参数送给谁才行 谁是你原函数 我现在问大家 FUNC是不是叫原函数 此时上FUNC是不是有可能是F1 有可能是F2 有可能是F3 是不是等等等等了 那你看我1是不是有餐的 你在这儿是不是想吊F1 那你就应该把这个参数传递给谁 是不是传给它才行 那也就是说 加上参数调用的之后 它是指什么意思 然后看图 我现在在这一块的话 是不是加了一个X参数 这儿是不是加了一个N参数 而我在这儿是不是给它传了一个谁 是不是传了一个5了 稍等 我把它复制一份出来 然后给大家往那边来去写 好 然后往这边给大家拽一份出来 我在这个上面来去改 就不在圆上面来去改了 说我在这儿是不是加了一个参数X 而我在这儿是不是也给传了一个X 然后这儿是我的变量N 而我在这儿是不是传了一个5 这个值了 好 那于是大家知道我们要想来去分析这个问题 是不是就应该从调用开始了 调用开始的话 这儿传的5 我就会把5传递给谁 X 所以此时的X 是不是就等于5了 是不是这样啊 好 那你要知道你调的是F1 就跟你调正常函数 没装饰之前是不是一个样子的 好 那我接下来的话呢要调F1了 如果我要不给他传这个值 你说会出现什么情况 是不是还是会报错的 因为他就是你的F1 而F1又是有参的 你要不给我参数 他这次报错的行数 然后呢会给你跑到哪儿去 是不是第11行上 11行是多少 20 21行是不是我调他的时候 调他是不是就会跑到11行 11行是不是就有他了 他给你报出来的问题是什么 F1丢失了一个参数N 那也就是说你是不是没有把N给我 我是不可能是无参数在站在这一块的 因为我F1是不是有参数的 所以你就必须把你传递过来的5 是不是给了他才行 所以谁是那个5啊 X 所以你这时候是不是把那个X 是不是给了他就好了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你在这儿来去用的时候 就是要把X给他 那他在这儿是怎么来去走 拿过来你给的5 把5给谁复值啊 X 然后接下来进行教验 休眠 然后完毕 完毕之后我接下来 是不是就开始执行我的原函数了 而你在执行原函数 此时的原函数就是你的F1 F1你能不能不带参数啊 因为你原函数是不是已经有个N在这儿待着呢 你不可能无参数是不是来去执行F1了 所以你就应该说这个5是不是就是给我原函数的 所以你就应该把这个X值是不是传给你的这个原函数 是不是才是OK的 所以我在这儿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给他去传递这个参数了 那我在这儿一直行 大家看一下教验中 然后接下来F1 5是不是就拿到了 那同样道理 我能不能执行2了 大家看2的操作 2只不过就是字符串而已 那你2这儿是不是就要传一个字符串变量 是不是就OK了 好 那我们在这儿就给他传一个人名 然后呢 我在这儿再来去给他运行去 大家看教验中 接下来完毕 然后教验中 接下来是不是就把Lily给打出来了 因为我执行1又执行2了 所以他两个是不是都给你掉压了 那3呢 3是谁 3是不是就是接收列表的这个参数了 对吧 那你现在是不是我需要的是列表 就要进行便利 那你是不是就要给我一个列表 你要不给我列表 我是不是就会报错的 所以你在这儿是不是就要准备一个 SS叫students吧 是不是准备一个students的这个列表了 里面是不是就放上学生的人名 然后再放一个学生人名 然后再放一个学生人名 然后依次类推 接下来的话再来去运行 是吧 好 我在这儿再运行 大家来去看教验1 完毕 然后开始教验2 是吧 然后 2 40几行 1行 然后来去看一下我这儿没办 没办 students 是不是给它传进去 是吧 好 再来一遍 好 我在这儿再运行 教验2秒钟 1开始教验2 2完事之后教验3 3是不是就打印Lily了 是吧 Lily Tom Lucy 是不是三个人名 是不是都给你打出来了 好 那于是我们在这一块就能够知道了 现在在这儿的话呢 我通过传餐是不是就OK了 但是我说我想把我的装饰器做成万能的 既可以装A1函数2函数3函数 但是我2函数啊 有两个参数怎么办呀 加两个参数应该怎么办呀 我1函数是不是一个参数 2函数两个 3函数还有可能没有呢 是不是啊 而我这个装饰器是不是万能的 我说的 所谓万能的话指什么意思 是不是你想有多少个参数 是不是我都是可以接收的 那也就是说 你原函数有一个参数 两个参数 对于我这个来说 是不是都是OK的 那你应该怎么办 在rapper这块 是不是你的参数的个数 是不是就是不明确了 当你不明确的时候 当你的函数当中 参数的个数是不确定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考虑到可变参数了 然后用什么来去表示啊 新Agers 对吧 新Agers是不是就是你传多少 我是不是都放在Agers了 而Agers是不是就是一个元祖 是不是就把你传过来的东西 是不是都给我放在这了 那接下来呢 我往这传应该传谁去 传Agers吗 不是 一定再带上一颗 行才行 为什么又要带上一颗行 因为你的Agers Agers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元祖 你往这传 是不是应该把元祖给拆了 是不是才会分别给这两个值复制的 你要不给它拆开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整体 一个整体 是不是只能给一个值进行复制 而这个值是不是就复制不成功了 所以呢 你在这的话 就可以这么来去写 逗号20岁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去给它试验一下呢 对吧 所以教验1 5过来了 教验中 Lily20过来了 教验中 是不是这个也过来了 那这样的话 你有一个参数 你有两个参数 或者你三做的是没有参数都没有关系 是不是照验我都是OK的 那我是怎么能够把我的装饰器做到一个万能装饰器呢 就是把你装饰器里面的变量 是不是给它做成新的形式 给它做成新 是不是你所装饰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参数 两个参数 三个参数 是不是都是OK的 你要做成新的话 就是你给我一个5 我能够接 你给我Lily和20 我是不是新Argus 是不是也能够接的 因为它叫什么参数 可变参数 所以它是不是就谁都能够接了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在这一块 是不是一个列表也能够接过来 那于是我们在这就能够去做到万能 那假设我又有关键字参数了吗 比如说我在这再来一个学生班级科拉子 是不是啊 当于然后叫1905 我传了一个对 你说我的这种关键字的这种参数 如果我要去声明的话 对吧 我不给它声明 就是我在定义的时候 这儿是不是给声明了一个这种参数了 然后呢 那我接下来在这儿传的时候 我能不能给它专门去指明就给它复制 对吧 可拉子 然后我现在的话 说我改了 改成1904了 假设说 你说这时候它会接收吗 在执行到F3的时候 因为我这个里面是不是出现了这种参数了 对吧 你说它会接收吗 试试呗 看了啊 看结果 报错了吧 41行 41行 是不是就在掉F3的时候 F3的时候 是不是叫可拉子1904 是不是就是这句行 他说wrapper获取了一个异常的关键字 是不是叫CLAZZ了 那说明什么 他说wrapper获取了一个异常的 那就说明我wrapper在接的时候 意外的收到了一个 但是我没东西放它 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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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站呢 我又问了好几句是不是 只想你啊 他在那一直给我回答是 但是呢 你就不给我站